欧式宫廷的圆拱天花 配上华丽雅致的典氧餐厅 其实在这间新陈屋中 原先隐藏着令人文之色变的低矮大梁 而现今会有如此大的扭转 是因为屋主夫妻先前做足了功课 无意间看到有一个节目 就是设计家的节目 刚好介绍罗总监 40年老屋改建的案例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设计师太厉害了 我会赶快把他的名字 给存在手机里面 那一直到我后来 又再看到罗总监 另外一个竹梦踏实女人香 这部作品的时候 发现原来是同一位设计师 那我从此以后 就成了罗总监的小粉丝 我就想说有一天 只要我买个房子 那我一定要找罗总监 来帮我设计 连续荣获2018 2019年世界Edison Award 大奖的罗芳明 以20年观人 观星观景经验 透析使用者性格 需求 掌握空间尺度 彰显由新转化的情感美学 打造超乎屋主想象的 傲人美宅 这次他将如何化解 原屋框的大量问题 以一条龙服务 即讲究健康无毒设计的 高级定制精神 在60平空间内 帮屋主一家六口 打造五厅两方的 新古典豪宅呢 它的问题在于 它的量太低了 因为它低到225左右 225几乎是手都可以碰到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最困难的一个位置 而且它又横在 一个空间的中央 横跨整个公共空间的 一个中心 非常压迫的一个 无法处理的一个状态 除了横合理化的隐藏以外 要把高度空间尽量拖出来 225公分到295公分的 一个落差 将近70公分的一个状态之下 新古典里面最好的处理方式 将最差的一个低度落差 变成一个高度所需要的 一个圆拱式的一个处理 就把最差的一个缺点 变成一个它最优的一个方式 客厅的一个组员 在这样宫廷式的吊顶 这个主体上去的时候 上到将近300公分 到它的低量 225的位置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以平均分摊的方式去做移除 干管的部分的话 刚好留住在整个通道的中央 直接拉到正前方 然后支管的部分 做摸字形的旋转 去让符合圆形的一个宫廷的 圆拱的一个分布 在于餐厅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并不希望把它变得太矮 这是为了合理化量的一个分配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双U圆的一个方式处理 让空间全部拉到一个定位 它的高点上来讲的话 它不但破除了整个一个225公分的一个米湿 将一四米五米的大圆在旋转的时候 势必撞到我们的衡量 那225的衡量在这大圆的过程当中 它如何被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我们的电视墙 我们电视墙升高到260、270 在涵盖这个衡量的部位的时候 合理的解释 一个大圆被弦切的一个状态 为了要符合圆的一个发展 高度拉到最高顶 突破两的位置 225到260、270 到第一层的一个大宫廷的圆拱 用这种穿搓的方式去诠释 整个梁跟圆之间的一个融合 当然它有相当的一个 施工困难的一个方法 在我们的工法许可之下的话 我们可以成功地 把整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高度 全部取出来 包括它的主客厅 包括它的餐厅 包括斜在后面的两个书房的位置 把一个四分之一左右的一个客厅的位置 用视觉的方式处理 放大四倍 感觉好像来到了欧洲的皇宫一样 真的最近当然是客厅这个造型 施工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要非常好的设计师 它有它自己的整体的一个构思在里面 才能够表现出整体的美感 整个空间的一个变化里面 它的整合性来说的话 玄关的处理 我们把钢琴捕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把它给放在一个鞋柜跟琴柜的一个中央 跟玄关结合在一起 要大气一个象征 当有客人进来的时候 你不可能练琴 所以我们把琴用两种作用 一个是拿来动观赏美观 一个是利用玄关的空间 去做一个最合适弹钢琴的一个宽度 玄关的往后退 退到三米五 才有办法跟餐厅融合在一起 部分开放式的厨房 融合整个餐厅跟玄关 再加上客厅跟餐厅中的走道 这样整合出来的一个餐厅 就会非常的壮观 再加上客厅的一个互动 所以整个客厅来讲 会从一份的空间变成是非大 我们三个小朋友 其实都有学一点钢琴 如果就换了经家之外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有放钢琴的位置 没有想到是在一居门的地方 就有这个钢琴 而且他们的空间 其实真的还足够放一个钢琴 真的蛮意外 它需要四个房间 那四个房间已经压迫到最前方来了 书房不可能再额外腾出空间来处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马上面临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梁 横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把电视墙直接压在梁下 然后在这个电视墙的背后 变成书房的分割 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圆拱形的一个房式处理 它有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刚好是可以把梁的位置给吃掉 书房的后面就是一个小海房 小海房的一个围墙上面 跟着配合电视墙的弯壶 去做一个双弯壶的一个处理方式 书房的后背墙 一样拉高到最顶端 书房的一个吊顶拉高到 比门再高30公分 跟客厅两个圆高度去做旋转 因为高的关系 它不会让它整个空间变得压迫 从小的时候 其实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读书的空间 就在这新家的时候 其实唯一的要求是要一个读书的空间 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自己在思考上面的时候的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太太那边的话 我当然希望它有一个读书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私人的一个空间 让它能够真正真正的静下心来做一些它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平数不大 然后又要隔这么多房间 然后还要再加个书房 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过说 视觉上它还能够展现这么大气的一个空间 完工之后我们踏进来那种感觉 真的是觉得是惊艳 圆屋矿的低矮大梁 在设计达人罗芳明的巧思幻画中 画幅秀为神奇 成为展现新古典之最的云狗工艺 透过圆湖电视墙的别致设计 巧妙成就男女主人的专属书房 而半开放书房设计 不仅让男女主人各自拥有静谧的阅读角落 书州还精选雕刻百大礼石 细腻烘托新古典住宅的低奢质感 一旁餐厅配置的是女主人向往的灵格文中导 不仅融入对称设计与绘与绘与聚灯室 更结合居家科技与电器设备绘整规划 完成凝聚一家子的文型场景 接下来的私领域中 设计达人又会如何达成屋主的期待呢 因为业主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主人 当我们理解到我们的屋主 其实内心里面是非常有少女的梦想 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粉色的处理方式 Buggerie珠宝方式的一个取向 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华贵而脱俗的 雍容的一个感受 设计的一个平衡之下 完成女主人的少女之心 我很喜欢那个长头的绷布 还有她的上面的雕花 我觉得坐在里面好像公主一样 还有她帮我特别设计的那个树妆台 真的是好漂亮 这个男主人超疼她的女儿 我们的超级老爸已经想到说 她长大又要化妆 所以书桌要融合化妆桌 各种颜色的挑选都非常的细致 所以说我们在小女生的做法上面 我们还得延续新古典的方式处理 郭东生的关系 其实她有一些需求 所以说颜色配置上面的话 其实最后我还是尊重她的意思 她喜欢那个颜色 一开始我觉得那个颜色 是不是太强烈了 但是没想到做出来的 真的还是不错 她的选的颜色是蛮不错的 因为这对夫妻很孝顺 所以她希望她的父母安全 健康 容纳各方面都要完整 所以我们在尊亲房里面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的无独的一些柜子 让尊亲的东西都可以收纳得非常好 我们做了书桌 做了很舒适的一个沙发颜色 所以我们因应她的一个孝心跟关爱 我们对尊亲房对女儿房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调整 为了让兄弟双胞胞感情能够更好 所以做了一个叠床的一个处理 它像游戏的一个城堡 可以让他们跑过来跑过去 因为其实空间已经不是很大 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个一个平面的双人床 那现在做成上下两层 它又有一点交错的那种设计的方式 感觉又不会觉得很压迫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设计是蛮特别的 当然这里面还融合了一些风水 那我们在风水里面的话做了很多分割 文昌 财位 敬财 偏财 喜庆 设计之初印证屋主本身的一个命盘 都已经去压在图上去规划出来 所以包括书房 包括小孩子的书桌 包括女主人的 方便控制所有的场面 又可以一边看盘或追剧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贝塔它是个偏财员 虽然书房跟小孩房有一抢资格 但是他们同样在同一个方位上面 就像阿嬷一直问的 书桌子有你 文昌上面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长辈的关爱 沟通的时候其实真的花蛮多时间的 其实那个过程中花了蛮多次的一个调整 最后因为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能够符合每个人的使用的需求 其实真的是蛮感谢卢总监这样子 有耐心的听我们谈我们的需求 去感受到这样的未来的一个空间 在都市化的一个生活里面 气密窗隔绝的空间 隐私权因为空间的昂贵 所以隐私的一个密闭都做得非常完整 同样也造就了非常密闭的一个甲醛的聚集的一个空间 当我们在恢复我们体力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几乎日以继夜 年复一年 我们吸入的甲醛的负量相当的庞大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在绿建材一个考量 就像我们在做天花板的时候 我们会做两层 其实我设计出一套除甲醛的全境系统 把整个天花板分割成各种不同的一个密闭天花板 然后再把这些密闭天花板都变成 一座一座的空气的清净的场域 然后我们利用最天然的略态矿的一个处理方式 埋入式的一个空调 风动循环就是这个场域的动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最致力于从事的一个空气进化 建材的绿化跟干净防虫 如何让空气也让人健康安全 我觉得再好的一个设计 再好的一个环境 都必须建立在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 我们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豪宅 落实官人关心官境的理念 罗芳明听见了五九夫妻内心对于宅邸美学 与居住健康重视的真实声音 不仅在玄关巧妙融入钢琴 乐器收纳机能 更以欧式员工设计创举 打破住宅大量限制 偷偷宛如皇家宫廷般的美学饷宴 在蜿蜒曲线的细腻规划下 除了成就电视墙的精致工艺 更营造出五九夫妻的静音书房 而一家人最爱的华丽餐厅 则在对称与会与亮丽灯式的点缀中 完美营造欢乐的用餐氛围 从门框的比例拿捏 到卧房经人的收纳机能 都悄悄蕴含令人为一只惊艳的生活巧思 因为小朋友真的很小 然后很注重这方面的健康的问题 所以他这样的建议的时候 就专用不管是全体系统的 或者是整个建材品质上的要求 其实都蛮符合我们对小朋友 对每个人的一个身体健康 对上的一个需求 卧总经人他其实真的是 把他所想到的希望呈现的内容 符合我们在这个新房子的 风格设计上面的一个需求 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他 帮我们在这处理的一个过程 第一次见到罗总监的时候 感觉好像他看电视迷信一样 因为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罗总监 但是戏谈之后发现说 总监他在设计上 他有他自己读到的那个见解 那种不一样的想法 建材上面也是讲究的是安全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很放心 然后把我们的家交给他 在设计这条路上不断地演进 我们因应着一个多年来对客户的理解跟需求 我们很诚心地去慢慢地开发 很完整地到现在 荣幸地我们可以为客户做了一整条路的一个处理方式 从设计到施工到软庄到安排入住 我们的客户几乎可以拎着一个品箱直接进来 这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路程 那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像我们在工程上面 从设计美观到无毒到空气的一个健康 它是一个是服务的一个工程 一个是工程设计施工的一个品 我们是同时并进 从设计到空气的无毒 从服务到入住的一个安全 我们全方面地去做最大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到 想看更多罗芳明设计达人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